是汪洋直后手对阵李绍庚 还是先让我们看一下棋手的具体介绍 李绍庚是象棋大师 1989年出生 那么在2004年的一级骑士赛当中 获得了第三名 06年的象棋等级赛也获得过第三名 是在2006年在深圳举行的 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当中 晋升的象棋大师 汪洋来自湖北级的棋手 这两年代表厦门岗物出战 在2006年获得了大师赛的冠军 也是最近几年涌现出来的一位 非常突出的后继追求 尤其在2007年和2006年这几年的象棋联赛当中 个人胜率也是非常的高 一直是比较受关注的一位棋手 对 他曾经连续两年获得了新秀奖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他们这盘对局的经过 那李少庚是以中炮开局的 李少庚是来自河南的棋手 应该说也是河南现在本土棋手当中 就是比较优秀的一个代表 据说今年李少庚将转会至四川队 因为大家都知道河南队在去年线岛当中 由于是一支新兵精力不足 尽管也显示出比较强的这种战斗力 但最终仍然是没有摆脱将级的命运 那这样河南队的几位选手可能也是 作为外援 那么李少庚就被引进了四川队 那李少庚的棋艺风格总体来看比较稳健 在他的队与当中 一般先手采用先手巡航炮非常的多 这盘棋他也是以自己的拿手的巡航炮开局 对 红方直接走破八价 这个棋的目的就是想将来走兵三进一 来对兵回子的马 这是他的第一个战术企图 是 另外就是将来能够掩护左马 占领河头 这是他第二个巡航炮的能够实现的目的 那接下来黑方走狙击 就是黑方仍然是采取比较平和的招法来应对 比较均衡 红方调整马 黑方不弃下 尽管在布局四上不同 但是经过这一回合的交换呢 双方又形成了比较流行的这种巡航炮阵势 对 还原成了这个流行阵势 一般呢 红方都是走狙九级 对 这儿黑方走狙一平六 狙一平四也有 这两个类都有人下 狙一平四红方叫马七七六 狙一平六呢 红方也是马七七六 这个变化呢 就是其中有一路变化呢 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一跳马 黑方要紧炮打狙 红方在狙二级 连狙 黑方冲三足 冲三足 一打 黑方在狙一平六 原来黑方有一个反击点 就是近狙视角 就因为你补不起来象 这个地方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反击 但是后来也有骑手创造性的呢 就是生补象 你打将他的狙放花 这个棋非常奇特 对 因为这边也打着黑方的狙 也是形化当中呢 非常啊 著名的 嗯 一个战役啊 那这儿的对局呢 可能红方觉得太熟悉了 很难取得便宜 把红方又变了一点 他走冰三足对冰 嗯 对冰呢 就是实现 他第一个这个设想 把这个三路马呢 走活 是 但这个棋呢 尽管把这个马走活呢 也存在呢 黑方反击的一种可能 就是接下来黑方的POWERG2 POWERG2比较直观 就POWER平8可以打狙 并且封住这个红方的二路线 嗯 哎 红方的三路马 是自然的走的活动了 嗯 但是呢 黑方呢 也多出了这种反击的手 而且这个红方三路马 活了以后 比如说哈 我们举个例子 以后这个黑马活了的话 这个G平7打狙的手段有 而且你这个马一旦跳上来之后 这个G随时可以累上桌 嗯 这个前景也不一定看好 嗯 应该说红方这种走法呢 还是很有新意的啊 至少在以往的队雨当中呢 很少有人采用 嗯 这个直接队兵 对 那红方呢 感觉有点松散 呃 队了这个兵以后呢 也并不说就 完全没有先手了 对 红方实在打走POWERG2 另外也可以考虑走G2G6 G2G6可以考虑 是 如果你跳马呢 炮一次打一枪 好 来争取这个多兵 嗯 也是红方的一种 可以考虑 一种策略 嗯 红方实在是他不愿意他走 不愿意被打狙吗 打狙 对 也不愿意让他马 能跳马 是 红方采用了强硬的 POWERG2压制 嗯 压马的这个走法 那黑帮就G平6 这个以后有G6G2多炮 来解脱这种压力 这种棋呢 从感觉上来讲呢 红方还是要先把这G9G的量出来 好 G5捉一下 嗯 看这个炮去哪 但是红方 这盘棋当中呢 这个G9G8就始终没有走 一直都没走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他可能是 觉得这个一捉以后 黑帮这个炮是纯漆 对这个底下呢 比较有前置 对 他将来居住家一捉你 这边是带着炮呢 这个炮呢 又比较危急 嗯 所以时代当中的红方六军 没有出 他直接走G2平4 他让你捉我的时候呢 我来保住这个炮 G2平3保住 以后什么 马三进四啊 还藏着反打黑G的 这样的手段 那黑帮呢 自然的腰对 腰对 其实你这膝下 G2平6 他可能也是会腰对 啊 这个局面 当然G2平6 不是G2平4好吧 G2平4对 G2平4至少还有一个 变招的选择 平让对 平开让 当然对角G呢 红方由于这个G宇晚出呢 而且他这边 这个三路线压力太大了 因为马炮都被 包括底下 它牵制在一条膝 现在黑帮有炮底平7 对啊 捉炮它有炮平7 对啊 你这个线怎么处理啊 而且你这个左区 很难侧应到右翼区 他慢了 那G2平3还是可以的啊 黑帮 黑帮 帮 帮 2平7 红方走马三进四 嗯 也是可以啊 对 接下来这个时候呢 黑帮走了一招 很奇特的招法 马7对9 马退边 我们这两盘 其实都挺巧的啊 都有一个退边 马的这个战术手段 这个在特别早的时候啊 我记得小时候学期 嗯 有一位这个老师啊 就跟我说 嗯 他说这个 你就记住这个 瞎象棋啊 就折尾前走 对 就别记 你说这句话 跟我说的是谁吗 是谁啊 是那个 当时我们北京棋队的 这个总教练 嗯 嗯 他也是著名的双腔将 嗯 刘文哲 刘老师 哦 他是 在60年代呢 曾经获得过 全国 象棋个人赛的 把第六名 嗯 曾经战胜过 杨光林 当年 杨老先生呢 这个棋 还很厉害啊 嗯 因为毕竟这个 事隔40多年了 那当时这个 刘文哲呢 呃 象棋的水平也非常不错 嗯 那后来他又是改学了 这个国际象棋 国际象棋 因为最初的国际象棋选手 好像都是这个象棋选手后 就改学 国际象棋 大多数顶尖的棋手 嗯 都是从象棋 这个路改过去的 反正这儿的选手居多 对 包括我们所熟知的 呃 最有名的棋手 现役的叶江川 嗯 谢军 徐骏 叶荣光 对 啊 这些选手们在早期呢 都是学过象棋 甚至从事过象棋的专业啊 因为这两象棋呢 他在理论上 包括一些战手上 这种节奏上 这种构思上的都很接近 对 就是由于这个剧情 其实不一样 象棋呢 中国象棋是多了一个炮 嗯 国际象棋呢 主要是有那个象跟后 对 他是走斜格的 那那个鞠马组纱都很像 是的 啊 但是他也很 呃 像的两种这个棋种啊 那当时这个刘老师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 他学期他就说 他说字要往前走 当然 他并不是说的指导 特别高级的学生 他可能对于我们当时那个少年 那个棋手 我觉得这个话一点都没错 其实在这个象棋大的方向上 肯定是应该这样 但是可能特定的局部 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处理手段 嗯 比如说我们像这两盘棋当中看到的 这个马特别路 这两盘棋呢 都很巧 嗯 黑方都是以啊 回把金枪啊 以退为进的这个战术 对 人家说看来 现在的这个年轻棋手呢 这个水平呢 也好 还是意境也好呢 都是有了很多的提升 啊 在队局当中呢 他经常能够 对这种前进跟后退呢 运用的 很自如 很自如 运用自如 那汪洋这次比赛呢 表现的也算不错 最后取得第四名的成绩 嗯 那张春宏呢 是取得了第三名 蒋川是第二名 那陈安峰呢 是冠军 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 那黑方一马戏退休以后啊 这红汪 这看这棋盘 我估计啊 他连场就有点 有点压力 我觉得 哎 说这个马怎么 好好的 守着中足 这个马向回走呢 是 当然黑方 回马主要是为了 腾出这个炮位 炮击瓶漆 黑方就特别想 走着那炮击瓶漆 将来这里边呢 对红方的这个三路线 一直给予达 很多的牵制 但是从事后来看呢 黑方这个马戏退休呢 也是一位 也是一步非常 灵活的调动 那红方对这个棋呢 应该采用呢 比较稳健的 对 打下局就算了 如果你炮击瓶漏 我就 换掉 将来这儿还有 对 是 然后我这个炮 不行 把这儿打掉 这儿把我三路线的弱点呢 能够透通一下 将来我向一步 我的架子还是很 很功识 很功识 文方应该说 还是略持这个线 是 但是马戏退休呢 这个汪洋呢 也应该说呢 是故弄玄居 但是我觉得 对于李绍庚来说 就是如果汪洋这部 马戏退休不是很谨慎的话 那他就是等于来了机会了 对 同时呢 还给了红方呢 就是黑方给红方呢 留下了一个诱饵 对 这个时候红方呢 在临场当中呢 就没有发觉 这个气 不知不觉的呢 就进入了 黑方的这个附近 第一可能就是红方那种判断 他可能觉得这个 哎 这招马戏退休不好 那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一举突破 那所以他选了一路突破性的下法 他选择马斯静 踩中兵 这个棋要得子 踩马吃炮 那黑方必须要蹬 嗯 必须要蹬掉 往里打交 不是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黑炮就在红方的口里了 红方呢 这个棋啊 很尴尬啊 就是走到 你吃还是不吃 这个地方 是 如果你说为了补棋 不知道这个棋怎么补 哎 对 你要是选择这个采中兵的下法 就是下到这个局面 你就 对 要今天有预见性了 所以说红方应该说 马灯中族呢 是本局势力的最主要的原因 对 这个局面把握不好 早就有点草率 这个棋如果你为了防止这种 G4星2 G6星2的手段 你可能 比如说你逃开 逃开呢 他将来这个炮底平期 这个非常讨厌 嗯 炮底平期以后就可能还有这样的棋 或者说马九进八 这边还有一闪 他可能 他可能会先出 出了这边还中间有大将 对 太烦了 这个一将也受不了 这个 你变了之后去底下没了 黑方这个子力啊 好 他非常集中 全部集中在左翼 对 他这个发动攻势呢 可以说一触即发 对对 太快了这边 你这个局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这个别说投入战斗了 这个棋呢 红方的包裹 他如果补气象 他也怕他不走 炮的东西 这个棋呢 甚至他也可以走去 那这个棋就说 作为红方来讲呢 麻烦了这个棋 哎 棋五南下了 你走什么 他都会走 那红方就 把这个炮吃了 吃了 当然他也会意识到 就是黑方下面还有一些战士手段 接下来黑方走 将我没有 借着这个飞蛆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闪击 嗯 就是利用向捉蛆的 这个先手呢 出将来杀掉红方这个使势 也可以说黑方这种走法呢 走到这呢 前面这个马七退九 这个圈套 这个全貌呢 就展现出来了 这样红方应该说 马上就陷入了被动 嗯 所以说这种子啊 不能够轻易吃 毕竟是子 利于显地 对 所以说红方的这个棋 马斯 继武 登中族呢 就不该走 就应该走炮盆斯 这应该说是本局当中 这个问题最大的一招棋了 雷红方的事项没有补好 特别是这个底尸 是底尸看着就丢了 而且这个黑方等于是左翼 可以说大家在自己自娱自乐 这个下棋的时候 或者说的 有一个选手参加比赛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 当你事项 特别是没补的时候呢 对方那个出将啊 你要 要留神 注意到 他随时要出将要闪击你 对 那这个棋就是黑方呢 靠这个闪击啊 马上取得优势 对 我们都说这个趋势 怕双鞠啊 那个黑方杀了尸以后 双鞠都在移异 一将 那么红方会很难硬 只能上帅 黑方鞠呢 一退 退 又来捉跑 这一退呢 大家就看到了啊 红方这个紫啊 很难逃 对 以后这怕就平息 眼看着 我就把这狮子得回来 对 红方挡不住 那他只好先退这 没办法 等于是真的是无奈 黑方拘留 应该吃掉 那么黑方 一个简单的动作 把这个丢失的字 得回来了 而且又白赚了 红方一个抵势 红方降位不安 其实现在已经就是 显现出这个败向了 当然说红方呢 如果要走得顽强一点了 黑方也 并不是那么容易突破 这招的棋呢 就是红方还 沉浸在啊 这个占优的这种理想化的当中 他在思维啊 没有马上掉头 占优肯定是不占了 就是说 怎么能防守 因为刚才呢 这个形势一度还不错 所以说红方呢 在临场当中呢 他这个思路啊 没有转向 没有转向自己处于劣势 要进行防御的 这种思考的方向 所以说 他后边的招法呢 就显得不太理智 那这期红方最明智的走法 就是走 打将 居一将 那先把这个类道啊 占上 这个类道很重要 对于缺失的时候 啊 这个类居啊 很重要 不然这个老将法也重要 如果你进 我肯定要进去了 不会进 你或者进将吧 反正我就 这儿的棋呢 红方 现在多两个兵呢 位置上呢 整起来看 还可以 当然说 如果研究的很细 它总是差一点 比如说这种 抛击瓶瓶瓦下下 如果就是说 研究的很细呢 可能是黑方呢 略好一点 但这个棋难度特别大 你走这个 我也可以打不明 打我再闪开吗 闪开也 不要紧 就这个居 我可以再长下来 就是总之呢 黑方这个子力啊 没有那么简单 就能够渗透过来 所以说红方呢 应该选择这样的走法 给黑方呢 迎起制造出最大的难度 这也是红方唯一能够 继续把棋局 坚持下去的走法 并且 比较顽强的下法吧 对 黑方要取胜也很难 那红方呢 他觉得这边是一个得子 他又想吃这个炮 那黑方还就给他了 黑方不要了 这里呢 大家就看出来了 黑方本局当中的两度棋子 对 实际上 黑方都是有把握 能够找回来 他现在吃掉 红方 只能吃胖 那黑方再聚酸瓶流 这个泪 红方给控住了 聚酸价 他连这些兵呢 都不吃你 这个棋红方很 那他接着回来守 对 因为黑方你要是不理的话 洗酒完了 现身 双聚就错了 对 你知道洗酒完了 那红方吃了这个泡 菊又回来 菊回来的时候呢 黑方依然是 对 就是再气 等于前面气了两个了 这次是第三次 他不敢吃 这边是杀棋 双女座 红方这时候下了一个 巨九斤二来守 这招巨九斤二 应该说是最后的白招 就是红方 尽管形势已经很落后了 那这个掌区也没有用 那还是应该赶快联想 要比实战要好得多 他如果马七进八呢 肯定要马七进八 红方就赶快出帅 出帅恐怕有问题 打一枪了 你在电炮啊 对啊 打枪电炮 那红方就逃脱了 出帅就肯定要 举八进五 举八进五 然后再 知识 将来这个居酒评测 有个对局什么的 就是说 这样的结果呢 黑方肯定是占优 因为这个举八进五以后 可以把这个足呢 把这炮锁死 但是红方呢 还有一定的防御能力 对 就是说这个气还能下 还能坚持 还能坚持 那时代当中呢 红方可能也是由于这个时间比较紧张 走了 聚酒精二 聪明当中呢 选择了聚酒精二 那么黑方直接就又得回十字 三度 三度先进后去 这个足球精英又把冰炮吃死了 红方 等于红方等于放弃抵抗了 是 这儿黑方呢 就是很轻松的 足球精一冲掉 把这个优势就能 嗯 就是锁定了 冰金一吃 然后马七进五 那么现在再来看这个局面 就是双军马对双军马 红方缺势 嗯 那这个降位不稳 其实是很难防守 正所谓这个奇艳说的 就是缺势怕双军 是 黑方这两个军呢 红方对不着 如果能对掉一个军 那当然这个棋手盒还是大有机会 但是现在你降位不好 鞠又对不到 所以这个棋应该说就 没有什么好报告了 他去吧 这个很专心就保住 这个鞠啊 要马上通头 对 将来 这加强这个进攻的能力 三七进九 如果走马五退山 他怕他将来去三级 连鞠对军嘛 这个不好打 嗯 他走了这个 然后黑方又再度马五 因为他这边 因为你仍然不敢吃 不敢吃 还是杀气 他这个点很重要 如果刚才这是马五退山的 他聚三级以后 有对聚了 这等于黑方这双聚马呢 就形成这个杀棋了 红方就很难去防守 那最后几招棋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红方走 聚五拼六 马七退伍 那么这时候下了一个聚八拼三 聚八拼三 嗯 这个聚一僵 然后将来 这边一跳僵 就开始抽居了 因为这条雷道我空住了 随时都可以打僵 对 红方总把这些 挡住 黑方再聚在面 对 这是最后一招棋 对 那么走到这儿呢 红方就主动认附了 嗯 这个棋最主要 红方呢守不住了 这个老帅啊 这个棋 没有地方走 嗯 你要这么守的话 我这边有条江 也是一个拐出去 逃不掉了 这等于红方 由于残势呢 黑方这个三四进攻呢 依然是 这个势不可挡了 这个杀起 所以说 嗯 本次这个 相约大师冠军赛呢 呃 在这个宁波银州 这个举行呢 嗯 呃 也是下出了很多精彩的对局 是 那么今天呢 我们通过这个两盘的讲解呢 大家对其中的一些战况呢 也能多少有些了解 有一些了解 因为比赛非常的激烈 那么我们下周还会接着为您打来精彩的对局 对 呃 特别是 在整个比赛当中呢 这个蒋川呢 表现得非常好 嗯 前面是一路领先的 那后来呢 陈寒峰呢 是 啊 追的呢 也非常的勇猛 最终呢 呃 他们两个呢 还有精彩的这个较量 那好 呃 本次节目就这样 朋友们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